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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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显然的不是高情商所为 这便找到杨幂感情话题永远都有争议的根源 不拒绝 很主动 不拒绝杨幂在娱乐圈里呢 便有了好异性缘的说法 很主动 杨幂在娱乐圈呢 便有了好婚姻感情亮红灯的争议 杨幂的说话之道彰显情商之高 却沉沦在不拒绝很主动的分寸感里 杨幂的爱情争议呢 就是面面俱到的高情商 带来的分寸感却是问题 分寸感是人和人交往的关键 是带来幸福感和礼貌温暖的尺度 分寸是挪制社会人生的处事有度 三毛呢曾说朋友之间分寸不可杀失 朋友间分寸感是交往不延伸 情侣间分寸感是摒激暧昧的尺度 赵丽颖同样经历低情商的质疑 会说话的褒奖 但却多了一份分寸感的尊重 出道之初呢 赵丽颖因陆真传奇爆红 因结实陈巧氛围 当年那句是他喜欢我的耿直 被推到风口浪尖 而那句 袁杉杉我是赵丽颖被李湘抱怨 爆红之后呢 赵丽颖感情争论只剩下了冯绍峰 冯绍峰弱水三千 只娶一瓢瓶的哥们 赵丽颖身孕中被传出轨 赵丽颖结婚前 悦女无数 而赵丽颖呢仍旧成掌握分寸的良人 中餐厅呢 赵丽颖耿直隐争议 确颖分寸感的被看好 第一季出场呢 黄晓明化身暖男 给所有人提包背行李 看到赵丽颖劳累呢 赶上去刷拨好感 赵丽颖呢 没有牵住递过来的手 而是呢 伸出衣服 要黄晓明带着爬楼梯 这就是人际关系的分寸感 男女之间保持距离呢 是对另一半的尊重 同时间呢 保持空间是对彼此的礼貌 丧失分寸感的关系 只会越近越绯闻 越近越远离 赵丽颖呢 拿捏分寸感是杰身自好 也是对冯绍峰的尊重 无论是感情还是事业 人际交往的高情商呢 是让他人开心 同时舒服做自己 真诚的做自己的同时 保持忠贞和分寸 这才是人际交往的情商之道 作为演员本身呢 很明显的还是赵丽颖更胜一筹 感觉他也比较上进 有在认真的挑选 适合自己的好剧本 而且呢 演技也更自然更多面 这些年来呢 赵丽颖一直保持着 稳定的演技输出 有作品傍身 有演技加持 有观众的信任 感觉呢 似乎可以走得更远 杨幂最近总是被业界 拿来和赵丽颖的进行比较 比较的点呢 主要是双方接洽的聚集类型 杨幂呢 依旧主片国偶 而赵丽颖的接洽的聚集类型风格 相对多样 基于这样的前提呢 业界更偏向于赵丽颖这边 毕竟呢 赵丽颖的发展路线 更为长久且稳定 其实呢 杨幂也不是没有这方面的实力 有时候呢 他也需要改变一下发展的路线 给业界一个全新的观感 而杨幂的表演 这么多年以来 进步真的不算大 而且呢 参演的烂片实在是太多 其实他们两走路线呢 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杨幂营销厉害 时尚资源好 但演技呢 确实差了一点火候 赵丽颖呢 有实力和国民度 这么多年绯闻也很少 就一个陈晓 一个冯绍峰 就是靠作品站稳 但是时尚资源相比杨幂而言呢 差一点倒是真的 娱乐圈呢 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很多明星都有共同朋友 加上呢 饭局又多 认识的机会也多 一回声 二回首 慢慢的就认识了 但杨幂和赵丽颖呢 却是非常神奇的一对 你说两个人工作忙 没有机会认识 也不太可信 可事实上呢 两个人还真的没有太多交集 可以称得上是最熟悉的陌生人了 杨幂和赵丽颖都是圈中 红了多年的顶流女星 作为内娱的三朝元老 两位女星之间呢 有很多相似点 她们的博乐之一 余政呢 绝对算得上一个 都因为古装剧一炮而红 记录上呢 有很大的相似性 清宫系宫和陆真传奇 让她们一炮而红 仙侠剧 三生三世 十里桃花和花千古 见证了她们在市场上的影响力 不仅如此 杨幂和赵丽颖呢 都有一双很有故事的大眼 都是越火越少女的辣妈 当妈后的两个人呢 穿衣风格越来越像 长相风格呢 并没有太大的差异性 杨幂和赵丽颖呢 实属很有缘分 杨幂的前夫是刘凯威 赵丽颖的先任呢 是冯尚峰 杨幂和刘凯威合作过 如意和冯尚峰呢 合作了公 赵丽颖呢 和刘凯威合作过 妻子的秘密 和冯尚峰合作了知否 四个人之间呢 完美形成了 一个闭环 这四部剧收视全部破一 其中两部呢 还是微秘和风影的定情之作 可能娱乐圈呢 还真的找不出 如此神奇的一对了 赵丽颖和冯尚峰 最早的联系呢 要追溯到公所株莲 两个人呢 都在其中有出言 当时年少轻狂的 赵丽颖曾经 以多次被由客认错为由 在个人社交平台上 点名杨幂 尽管之后 赵丽颖解释 并非针对杨幂 只是呢 想要说明情况 可这段经历呢 也成为了 两方粉丝不合的契机 之前呢 在大家看来 可以用王不见王的状态 来形容他两 直到星光大赏呢 两个人终于有了同框 虽然呢 全程没说一句话 奈何神通广大的粉丝们 卯足了价 脑补了一场 王者相见的大戏 其实呢 不仅仅是杨幂 赵丽颖 同样出生于新疆的 迪利勒巴和古丽纳扎 也是老相识 不过两位呢 也由于种种 不可抗力的因素 多年无交集 诚然在森多州少的娱乐圈 杨幂和赵丽颖 出道这么多年来 因为资源地位冲突关系 有点尴尬 如果说他们是同行 倒不如说 他们呢 是一种竞品关系 即使两个人呢 早就已经互相关注 可几乎没有一点互动 他们就像是磁铁的两端 互相排斥 也不会成为朋友 两个人呢 在娱乐圈 都不是有背景 高起点出道 没有靠着谁 能够得到今天的地位 还是挺厉害的 可有多大的期望 就有多大的争议 杨幂粉丝朝赵丽颖模仿 赵丽颖粉丝朝杨幂 没奖项肯定 双方的粉丝时不时的 总能打起来 想要拉开距离 最后呢 还是得靠作品说话 目前看杨幂的后续 还是古偶 而赵丽颖呢 已经跟郑小龙呢 合作转型 谁能成功更上一层楼 就看接下来的作品 给不给力了 好了 今天八卦与子江呢 就先播送到这里 有喜欢我们的朋友 请记得点击右下角 订阅我们的频道 拜拜 明天见